三 四 三 二 三 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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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六早上 花蓮海恩山脈吉拉米黛部落 傳來孩子歡樂的歌聲 每個禮拜 他們都會聚在廢棄的小學裡 接受小小解說員的培訓 我要聽一聽你 你怎麼去解說 請問一下這個是什麼 顧婆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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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裡面往這邊這樣 顧 這邊子 可以看 我們可以搖水 是不是很多水 好 拿過來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這個水是這樣 然後我可以喝這樣 他其實有一個比較目標性 是我們希望去教他很多部落的技能 部落的文化 部落的知識 就是未來他可以去說 這些他學會的這些知識跟技能 部落發展需要裁員 蘭姆路希望以回復地方生態 照顧族人的需求為目的 經營部落的自由品牌 去年他和富里的年輕農民組織合作社 要以互助共享發揮小農經濟的價值 農民可以有充足的參與 然後可以在其中得到他所謂的工作成就 然後甚至於說他可以在這個組織被照顧 其實富里的有機產業得天獨厚 除了吉拉米袋的水梯田 還有一處同樣也是山林環抱非常美麗的羅山村 民國91年 他被農委會選為第一個有機示範村 不過十幾年過去 有機村還是抵擋不了農村人口快速老化的困境 鍾宇恩和蘭姆路 期望以合作經濟的方式解決農村問題 去年他們舉辦草地音樂會 成功的將遊客吸引到故里 原來大家聚在一起不是只有生產或是一起銷售 或許我們還可以發揮合作社可以去照顧 照顧自己的家鄉 照顧自己的社員 合作共享 像蘭姆路的族人之前種有機米 收入一直不好 現在他們可以透過合作社的平台自產自銷 再用部落米的英語來做社區工作 發展在地經濟 共創地方幸福產業 農村也是一門好生意 公視新聞 張曉雲 周明文 採訪報導 廣告